今天做的这道菜是自然鸡翅 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有鸡翅吧 还有芹菜 还有呢 还有辣椒 干辣椒 干辣椒 然后蒜子 大蒜 姜 姜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自然粒 一定要用自然粒而不能用自然粉 为什么 因为自然粒的这个香味比自然粉要浓很多 而且这个自然粒在吃的时候呢 你的牙齿会咬到一颗自然粒 就像咬开一颗芝麻一样那么香 没错 自然粉没有这种效果的 你咬开那一颗的时候它就迸发出来了 对 很棒的 而且这边啊 大姐告诉大家的是呢 我们的婷婷给大家非常贴心的鸡翅膀啊 都已经给大家展成一个分为二的状态了 对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第一个呢 它是比较会儿比较入味儿 待会儿 还有就是我们炸的时候呢 它比较好熟一些 我们现在先把鸡翅膀来腌制一下 腌它一下 对 来吧 看看婷婷怎么腌 婷婷我觉得其实你还是挺了不起的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来讲呢 很多人更多的还是属于是 出来工作不久 然后出来吃个盒饭的阶段 或者回去跟家里面 管妈妈要一道菜 然后让她给自己做给自己吃 但是在刚才在私下里 婷婷已经说 就是 不单是会做很多的菜 而且是喜欢做这个菜 就是 享受这种做菜的过程 你是喜欢油烟味儿吗 还是怎样 我不喜欢油烟味儿 我喜欢做菜 就是喜欢做的这种快乐的过程 是不是 对 您加的这个是酱油 对 酱油一勺 一小勺酱油 对 普通酱油就可以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再加一勺料酒 对 一勺 好 料酒酱油的比例是一样的 对 料酒酱油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根据鸡翅来看 鸡翅多的话就要多放一点 你知道吗 听听我们这个比赛 就是现在带领舞台是个PK 我觉得你今天还是挺 怎么讲 就挺有心思 因为鸡翅膀我一直觉得 它是一种怎么做的好吃的食物 还是挺有把握的 对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吃鸡翅 爱吃鸡翅 对 我想吃 爱吃鸡翅的人很多 尤其是小朋友 这边我还加了点胡椒粉 压那个鸡翅膀 这种动物的那种腥 对 就是现在你的调料是一勺 一勺酱油 一勺料酒 然后一小勺的胡椒粉 对 胡椒粉少许 这样拌一拌它 搅拌均匀 然后鸡翅膀 我们现在就腌制一下 腌多久 10到15分钟 那挺久的是吧 这时间你要处理芹菜了 对 这个芹菜 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芹菜 对 就可以 芹菜就是要给它切成 斜段 斜段 对 这些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这边的料去掉 看得出来 亭的做菜 还是很讲究这个菜品 出来这个成菜的感觉的 而且我觉得 它会比较讲究 这个营养的搭配 因为毕竟有些人觉得 鸡翅膀比较油腻一些 脂肪还能要高一点 那我们搭配了一个 亭的搭配了一个芹菜 对 芹菜是那种植物性纤维 特别丰富的一种食材 它有很好的这种解除 这个鸡翅膀的油腻感 没错 并且呢 现在研究也发现 这个芹菜有很好的这种 降压 降脂的一个效果 所以一些现代人的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 也是 我们也推荐 就是经常吃点芹菜 我们这边要给大家 润开锅 这个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锅 加一点油 然后让油布满整个锅 然后放在一边 该干嘛干嘛就行了 然后再倒凉油进去 这个样子不会粘锅 就是热锅凉油的道理 对 不粘锅 你这时候要炸它 这属于半煎炸了 怎么说 对 油还是很少的 现在 对 我们要煎炸一下 不需要太多油 比平常炒菜的油 多一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油 其实你跟你自己的量 一点点底就可以了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现在把鸡翅放进来 放进去吧 这个是你喜欢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平常就喜欢 他刚才跟我交流 他说 他都不喜欢那种炒白菜 或者炒白菜 没生气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要给它 这样收紧就差不多 其实 比如说我们爱吃 那个鸡翅膀 就是它皮那位置 有点微微发焦的那种感觉 对 这样啊 如果喜欢吃这种 发焦的感觉呢 我们就开着锅盖这么炸 如果我们喜欢吃那种 稍微口感嫩一点的感觉呢 我们就盖上锅盖炸 然后时不时地翻面就可以了 哦塞 这是很专业 对啊 今天呢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焦的吧 要焦的感觉 要焦的感觉 其实呢 炸饭之后 你炸一看 会觉得好像之前 你放了一些奶乳汁 给它腌一样 会红很多 对 这样子是我们想要的 对 炸到这样两面金黄 就差不多熟了 对 其实你现在把它取出来 你会发现 它真的像我们想象中那种 竹盖盖子这样子 整个煎它呢 它会两面发焦 对 然后里面就是嫩的 很有嚼劲 没错 特别好 其实吃鸡翅膀 大家就享受到那种 啃的感觉 对 就骨头上的肉 永远要比 纯翠的肉要好吃很多 对对 来不我帮你 来来来来 好谢谢 把它取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给它炒一炒 把这个油 把它盖出来一下 油呢 给它控出来 好 我们现在把这些料 可以放在那里 好 葱姜蒜 包括我们的干辣椒 干辣椒 那个油量一激发 它那个辣椒味就超足的 很好 对 边炒一下 炒出香味 现在把 小火炒干辣椒 大家记得 这时候就把芹菜放进去了 对 你不用着急了 因为这时候 鸡翅膀已经熟的状态 你只要把芹菜炒熟了 这道菜其实就差不多 跟我们的主角 自然力什么时候放呢 自然力 最后放 最后放 我发现烧烤菜 似乎都是自然的 芝麻都是最后放 对 能告诉我们理由吗 它可能是最后放的时候吧 它那个味道才能 刚刚迸发出来 最浓郁的时候 对 就是它也属于是一挥发性的 就像芥末一样 如果早放的话呢 肯定味道 它就已经快散掉了 鸡翅膀放进去 我这个自然 随时听后你都发电了 稍等 你说开始我就撒进去 好吧 那样由我来决定 我希望今天多撒一点 芹菜炒到断生就可 芹菜一断生就OK 对 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调味吧 继续调 这时候要调点盐了 一直都没有加盐的 除了一点酱油 腌鸡翅膀之外 嗯 再来糖 糖你用的量还挺多的 其实 对 一两勺糖 对 再来一勺酱油 酱油还要再补一补 对 味达美 嗯 好了 这时候就是要在锅里面翻炒了 对 嗯 翻炒一下 我们的鸡翅膀 还有芹菜 哇 很香 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放孜然了 孜然了是不是 我现在给多撒一点吧 对 可以 你讲超帅的 好嘞 它一定要是这个味道 就现在这个闻起来 那个孜然香很足的 最后 我们还要最后一个步骤 是吗 嗯 香油 一滴香油 一滴香油 对 一滴就可以 一滴 好 我觉得我们平时小小年纪 每一朝每一时都挺有那种大厨的范儿 还挺有那意思的 自然鸡翅膀在庭内的一番努力烹调下 现在又发着那种红亮的光 配着绿色的那种像翡翠一般颜色的芹菜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道菜真的是家常 简单又时尚 现在朋友们我们一起尝尝 庭内带来的自然鸡翅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自然鸡翅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芹菜切段 鸡翅从中间剁开 加入酱油 料酒等调味 第二步 热油下入鸡翅 将其煎至成金黄色 控油备用 第三步 另起锅下入小料爆香 放入芹菜炒至断生 加入鸡翅后调味 第四步 出锅前加入自然 炒匀即可 第四步 进行加工资金黄色 共酱油 步骤 带这种 改变了